这是一部关于非常经典的悬疑电影 讲述了凶案发生后 主人公根据圣经理的训诫 一步步找到凶兽 最后却因此丧命的故事 荒案的事发现场 已经即将退休的老黑 遇到了来接替自己工作的青年警官米尔斯 米尔斯对工作十分有激情 志在打击罪犯维护社会治安 所以来到这个混乱的城市挑战自我 年轻的米尔斯免不了脾气有些暴躁 这和老成沉稳的老黑正好相反 两人互相看不惯 这天米尔斯刚睡醒就接到了出警电话 和老黑来到一处凶杀现场 只看到了一个大胖子的尸体 为了确定大胖子的死因 只能先让法医做鉴定 经过法医的确认 大胖子死的时候胃还是舒张状态 十二指肠都有撑爆的痕迹 甚至脏气都有大量血肿 看起来像是被撑死的 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要撑死自己呢 经过推断老黑认为此人是被逼吃到撑死的 果然也在额头上发现了枪支的痕迹 对于这个案子 老黑觉得不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 因为没有谁会这么无聊 为了谋杀而大费周章 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可是自己还有几天就退休了 不想在退休前接这种棘手的案子 年轻气盛的米尔斯 认为自己绝对可以把事情调查清楚 主动请应要局长把案子交给自己 可局长还是觉得老黑能够胜任 坚持要老黑办理 星期二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死者是一个律师 米尔斯到达现场后发现地上被人用血写下了贪婪的字样 老黑在警局里看着局长拿给自己的证物 对案子有了想法 赶到之前胖子的家里果然在冰箱后发现了用油纸写下的暴食的字样 至此老黑已经知道了凶手是按照天主教理的七宗罪来杀人的 并且还看过失乐园 七宗罪分别是暴食 贪婪 懒惰 暴怒 傲慢 淫欲 妒忌 据此推断凶手一定还会继续作案 在米尔斯家老黑和米尔斯共同研究案情时突然想到线索 于是两人急匆匆赶到大楼 果然发现了凶手在画上留下的指纹 经过鉴定 确认指纹的主人是一个毒贩维克多 之前死的律师就是维克多的律师 事情终于明朗了 逮捕维克多就行 可是当警察们赶到维克多家的时候 发现维克多已经奄奄一息 赶脸的像一具尸体 从肌肉的退化程度来看 维克多已经被凶手折磨了大概一年 甚至身体里还被注射多种药剂 那个指纹也是凶手用维克多的指纹伪造的 贪婪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还有四个 星期五 米尔斯的老婆翠希找到老黑 向老黑倾诉自己的苦闷 米尔斯只顾着破案 根本不重视自己 连自己怀孕了 米尔斯都不知道 自己恨死这个糟糕的城市了 过了一天 老黑和米尔斯讨论案情 想到了凶手肯定借阅过 施乐园等描写人类黑暗面的书籍 决定到图书馆去查阅这些书的节约记录 再加上FBI的信息 只要有记录就可以一一排查 大量的排查工作后 两人确定了嫌疑犯的身份 来到嫌疑犯家门口 正巧嫌疑人出现 可是这个人竟然有枪 还和老黑两人发生枪击 最后逃脱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两人进入凶手的家 看到大量的凶器 刀枪剑击 俯乐勾叉 要什么有什么 并且发现凶手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怪不得作案手法 都是按照基督教说的其宗罪恶来作案 凶手名叫约翰 嚣张的约翰甚至还打电话给两人挑衅 凶案又发生了 约翰拿枪逼着嫖客 用一个锐器和妓女作爱 妓女惨遭死亡 这次是淫欲 还没等过几天 凶手又嚣张的打报警电话 告诉警员们自己又作案了 并且在墙上写下骄傲 甚至凶手把女人的脸割花 让女人选择打电话求救 从此以丑陋面目生活 一或是选择自己了断 米尔斯和老黑决定联手 必须把这个案子破了 不然的话等到七次案件都发生后 彻底失去线索 此案成为悬案就再也没有办法解决了 此时凶手竟然主动进了警察局 原来他把自己的指纹都切掉 所以没有指纹线索 但是凶手自首是有条件的 要米尔斯和老黑带着自己去找 最后两个受害者 否则就永远别想找到 为了破案 两人决定开车带着凶手找 可是到野外后 米尔斯竟然看到妻子的头颅 这是凶手处于嫉妒所作案 暴怒的米尔斯开枪打死凶手 至此七宗罪全部出现 一部看完让人不寒而栗的电影 人性中的七宗罪 在不同人身上得到不同的体现 凶手为了所谓的训诫 用残忍手法设计 连续让几个人死掉 不得不让人感叹 自己还能活着的可贵 看来在充裕物质生活的同时 正确的精神引导 也是必不可少的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